2018年8月9日晚上10点53分被取缔的阿拉伯复兴党秘书长阿扎杜里的档案照片一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副首长阿扎杜里周四表示 伊拉克人与伊朗势力的斗争对于维护伊拉克的完整和独立至关重要 在纪念伊拉克到伊朗战争结束30周年的活动中 他发表讲话说伊拉克爱国领导人认为与毛拉的对抗是保卫伊拉克阿拉伯和伊斯兰身份的必要之举 他还对伊拉克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表示欢迎 并表示希望这些活动能帮助伊拉克摆脱毛拉 据库尔德斯坦24台报道 伊朗议会伊朗改革派政治派别 伊斯拉·杜拉邦的一名成员周四表示 巴格达欠伊朗1万亿美元作为两亿战争的赔款 这位伊朗议员受到评论人士的抨击 评论人士说伊朗一直在寻求摧毁伊拉克 现在这个政权正在寻求另一种途径来吸取伊拉克的资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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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